天气真好 鸟语花香 我爱大自然 你怎么了 我昨天外帐没搭好 露水渗进去了 抱歉 不过你看天气很好 等一下衣服亮一亮就干了 我先做早餐给你吃 好好好 那你先坐着坐着 来 等一下就干了 我看有什么好吃的 能够接触到大自然的 这个露营活动 逐渐变成大家周末假日的 休闲活动 非常重要的选项之一了 不过接近大自然 能够增加大家的活力和幸福感 今天的Chuppy买通 要教大家的是 我爱大自然 好 那这个大自然是怎么比呢 大的手语是这样 大 大 所以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小 小是按照字形 所以这个是大 这个是小 那自然的手语呢 它原本的文字是 自己的字 再加然下面的四点 所以文字是自然 把它合并在一起以后呢 就变成自然 自然 所以大自然的手语就是这样 不过因为龙人呢 其实他通常是看这个画面 视觉的手语来呈现 所以大自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通常我们会看到一整片的树林 所以我们会用树 你可以高高低低的表示这个是树林 再加上自然 就是大自然的样子 树林加自然 所以如果我们要亲近大自然 其实我们就会在树林 然后呢 我们这个人走进去 去亲近大自然 所以我最爱大自然的这个爱的手语呢 是这个爱 那爱其实是摸一个人的头 中国人的爱比较含蓄 所以爱的手语是这样子 那喜欢的手语呢 是喜欢 喜欢呢有点流口水的样子 看到喜欢的东西流口水 所以大拇指跟食指圈成一个圈 在嘴角呢往下就是喜欢 爱或者是喜欢 在后面呢 如果你再加上一个比较集 叫做醉 醉的手语是大拇指把它弯下来 然后往旁边一拉就表示醉 非常非常的样子 所以爱或者是喜欢加醉 就是最爱或是最喜欢 我喜欢大自然 我爱大自然是 我爱大自然 如果你要比成 我非常喜欢大自然 我最爱大自然就会是 我大自然 爱或者是喜欢醉 这样子比法 那所以呢能够清静大自然呢 多看一些这些树林 或者是森林呢 其实会让人觉得 非常的舒服 当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 河流或是溪 所以河流 我们会用一只手当做岸边 然后加一些流水 河流 那么这一集的 Chuby My Tone呢 教大家的是 我爱大自然 你学会了吗 我爱大自然 我爱大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